中国足球会在五年内见到发展效果。 朱广乎在谈及中国小孩和国外小孩足球启蒙年龄差距时说道,欧洲以及南美都已经从五岁甚至更小的孩子开始抓起了,所以我们也正在紧跟着一步,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更早接触足球,喜欢上足球。 对于中国球员基本功等问题上,他表示,中国足球其实费了不少功夫,但结果球员没养成好的习惯。 我们国家以前训练,如果练技术一般,是原地的东西比较多,导致球员不爱跑动,不是很爱拼,技术又念得不细,有时候训练上也不是很专注。 关于中国足球的未来,朱指导充满信心地说道,我觉得很快,在五年左右,我们就能见到一个很好的,发展中的,又提高的中国足球。 。 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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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